又成了六宫朝夷 最终主掌六宫成了堂堂大堂皇后母仪天下 这是人力万万办不到的 是法力无边的佛 是上天所速的命 但如果陛下没有自幼的熟读经史 没有向开创大堂的君父了解他们的艰辛历程 没有彻悟的心思 那又怎么能从女泥成为皇后呢 恕奴婢直言 若论资质 周王李贤远远逊色于雍王李贤 理由呢 陛下比奴婢更清楚 我要听你讲出来 雍王李贤在王府召集居士 一经论史 周王李贤在王府 却命属下官员在朝堂拔河斗鸡 陛下 现在不是迟一叹息的时候 朕到召告天下时就迟了 可是皇上 已经财多了 你 现在只有你 才能改变这种财多 天命呢 谁能更改 好个名重演啊 一言定太子 信息不如使命 是吗 皇帝陛下真的下了口罩 真知智啊 最迟明天 则天门楼上就会传出 周王李贤被册封为大唐太子的天大喜讯啊 臣冯小宝 扣住太子妃为丽娘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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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臣明冲与 万岁万岁万岁千万万岁千万万万岁千万万万岁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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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宣培炎见驾 微臣培炎拜夜皇后陛下 平身赐座 谢陛下 裴大人应该去贞观殿 为何来到这上阳宫 微臣也是万不得已 才为之奏报陛下 是啊 亲为大唐宰相 也有万不得已之时 也有伟智之计 微臣 培炎不要介意 静止走来 是 微臣受文武百官之托 拜夜皇后陛下 只为立太子一事 亲等不敢奉赵 皇后英明 立司以掌 祖宗惩罚 臣等 即请陛下转奏皇上 收回成命 可这是天命啊 天命自不当为 但天命早定 我朝历代之太子 都应该立司以掌 若仅凭方氏之言 才定太子 那朝廷还设我们宰相何用 更何况 这 培炎不要介意 静止奏来吧 是 明崇衍之武秦戏功法 虽然颇见成效 但是 其耗用穷林御库 金银无数 所炼制的九转金丹 为何并未保我李红殿下 胜受绵延 皇后陛下 请皇后 从群臣之请 尽早奏请皇上 收回成命 起驾 去贞观殿 微臣领召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被车 去玉皇殿 是 可恨的培炎狗官 坏了我天大的好事 微小姐 请息怒 用王李贤入主东宫 他日真要成了天子 他还会容得下李贤吗 那我 那我岂不成死妃了 对众王子补相问命 那是皇上的意思 又不是李贤殿下 有意争夺 可是我爹爹说 明崇衍补相问命 说周王李贤 貌似太宗 其命最贵 这些话 既有不漏之理 万一变得李贤知道了 又怎么会让李贤一脉 留在人世呢 那么 五三四内理 别跟我提他 他现在 真是要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了 一逢小宝之见 若要化解祸灾 还是要到梁王府 五三四处求告 我为李娘 难道真的走入绝境 要下地狱了吗 魏小姐 小宝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小宝 大唐上元二年 公元六百七十五年六月 大唐皇帝李质 召告天下 李雍王李贤 为皇太子 同时召领太子监政 宅可敬礼啊 李都和黎明星 毁宝 不辗公 尽快 保護瑞 天下 仙岂 仙岂 仙千岂 天罪 死丫头 你真想要你北狐姐姐的命啊 普天之下 能取北狐姐姐性命的 恐怕这有一人吧 谁啊 在哪里 那金发碧眼 形如佛界金刚的北狐狼君 自然在世界的一角等着你呢 哼 果然是你大不中流啊 你是拿这话来催我 去叫正阳 尽快向伯父伯母下聘则疾了吧 哼哼 妖环 你说正阳这小子 他是假的傻呢 还是真的傻到家了 你可不能也跟着犯傻呀 你在说什么 哎 要说正阳那小子对你的情谊 仙姐姐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可是 让他为你去死 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他怎么就不知道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这个礼呢 老不向伯父恳请把你娶回家去啊 喂 北狐姐姐 你再胡说我就不客气了 他还可以上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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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丫头 透气没人呢 哎 哎 太子殿下 李红太子的书房藏古往经典 共计十万三千八百侧 三百六十六卷 请见下核点 哎 踩 说 李鸿太子健在时 只要步入书房 出厅裴言 敌人节等讲述经史而外 最为清新的就是 殿下集注的这套厚汉书了 这上面 都是李鸿太子 预览本书时的猪批 李鸿太子 还时常赞叹说 五六帝虽然年少 但出手不凡 颇有太史公的眼光 比例 方会架上去吧 是 宣伯 陈在 从今日此时起 告知所有文武百官 例行朝贺一律平臣 若有军政要务 不分昼夜 引入朝堂 听其奏告 微臣领命 启奏殿下 太学院前使朝贺 太子以下告令 例行朝贺一概停止 太学院所写何人 正阳 正阳 正是 选入书房来吧 是 父王 平儿 来来来来 巫皇啊 什么时候从太湖回来的 吊丧迟雾了 朝贺又禁止了 听说父王在拟奏表 所以前来尽点孩儿的孝心 好啊 父王尝尝这叫冰的酸梅汤吧 好 见过你母亲了吗 这就是母亲亲手调好的冰汤 让孩儿送到书房来的 你母亲可想你了 这次回东都可以多住些日子了吧 新太子李贤移入东宫 一心扑在正物上 眼下正是训期 孩儿准备明日就返回太湖 巡视训情 防患于未然 这么急啊 不会也好 看来我的乖乖红儿啊 真的是长大了 自从父王继承武士门门以来 我家已是武士后气的主脉 这举手投足间 当然要率先垂饭 好 唯安不妄威 尽早实施水利 广续避灾之良事 父王 京都又有灾情奏报了吗 这些日子 父王去关中勘察民情 这关中啊 自今春以来 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了 关中连年灾害频频呢 父王能奏请早修水利 广积粮食 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孩儿不敢言误 父王眼前的大事 好 那你先去陪母亲续句话吧 明天你还要返回太湖呢 是 孩儿告退 去吧 启禀王爷 大理寺城来俊臣周星 有紧急之事求见 跟他们说 若有军政要务 去郑市堂禀告宰相 是 来大人 周大人 吴三四殿下 请恕我等冒传王子大罪 本王已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要恪守本分忠君爱名 如真有政要之事 应先去郑市堂向宰相禀告 二位大人 王爷预令已经十分明白 请依令行事吧 请 殿下 我等冒似闯入王府 是有天大之事禀报啊 若真有天大之事 更应先去郑市堂禀告宰相 王爷 此事万万不可禀告郑市堂啊 你不要做了什么违犯刚机之事 这 真要如此 本王也决不清了他 殿下 这 太子正在追查 追查什么 凤善官吟失窃呀 正阳恭贺大唐太子 策利得人 李鸿太子 才是我大唐社稷 最为贤良的君主 李鸿太子上天另有重任 李贤殿下是达人 应该节安顺便 张瑶 你过来看 这是太子李鸿 在库里列传中猪屁的话 他说 六臂 天子到董轩死侍 方知其连接奉公 帝不提示 误后来良辰呼 李鸿太子如果得掌天下 绝不会耽误重臣良家 可是为什么 天不保佑李鸿 为洛宾王等朝廷终止之事 学习冤屈 不正是在实行李鸿太子的遗讯吗 我定要把洛宾王受诬陷 盗用封上官一眼 查个水落石出 将那些尖鬼之辈 无论他适合观止 就算是皇心贵胄 我也定将他绳之以法 壮灾 来 正阳 敬大唐李贤太子三杯 以助 豪气 太子请 真的下了这道告令 下官等怎敢欺瞒殿下 那李贤太子不仅口吻严厉 而且闻语之间大险杀鸡啊 殿下 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啊 殿下 我们必须得反手为功 五三四 你已是二世为人了 殿下 王爷殿下 事情已经万分危急 事情已经万分危急了 岂可错上加速 殿下 我们已无回头之路了 依照唐律 栽赃之罪 与贪赃同罪论处 凤山官吟 同一粮 击诸九族啊 下官等 诸灭九族 如蝼蚁之死 自不足惜 可是 殿下你 天皇贵咒 若遭灭族 或计 皇后何族啊 请殿下散死 天皇贵咒 天皇贵咒 郑阳 太子殿下 你学成之后 是想留在朝廷为官呢 还是到州县牧民 学成之后 学成之后 郑阳最爱 长安 东宫 好 我要你和谢瑶环 陈子昂 仙客来 都供奉我这东宫 这正是郑阳所想了 来 殿下 殿下 想当初在海池斗尸赌鸡的时候 对 海池斗尸赌鸡 我第一次听说了谢瑶环 郑阳也正是在海池 头一次邂逅了谢瑶环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谢瑶环 夸赞谢瑶环 就是他打到海池 我就再也忘不了他了 谁 什么人 刚才太子殿下说忘不了谁 谢瑶环呢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太子殿下是喜欢谢瑶环的胆识 奇致 那是 一贫一笑 她的一切一切 就算她怒发冲 她也应该有关吧 对 怒发冲关 连她生气的样子 我也是喜欢的 我也是喜欢的了不得呀 我定要奏醒父皇母后 将谢瑶环赐予我 我要娶她为妃 金无藏娇 太子 到时候 我的男兵像 非你正阳莫属啊 这事有把柄吗 没有把柄 但有活口 洛宾王 正是 周星莱俊臣 在 此事 是我当年一时之分 酿成的过失 今天 我做如此处置 并不是珍惜我一家姓名 而是不想连累皇后陛下的盛德 下官明白 此事处理班杰之后 儿等务必要洗心革面 一心维护我大唐律法的公正尊严 忠心报效 请听王老命 王爷 对那洛宾王 我们该如何处置啊 活口现在何处 已被张剑之那老二放走 现在和谢瑶伟隐居太湖之盼呢 那就尽快把活口 变成死口 灵命 绝不能让李贤夺去我的心上人 太子殿下 郑阳有心腹之言奏告 帮太子殿下说郑阳无罪 说你无罪 走来 当今殿下已是大唐太子入主东宫 应以军政要务为重 不可沉眠于儿女私情 有损英明 当然 我要为李洪太子守孝三年 自然不会在此之前 取非成礼 而且此事也绝不可向郑阳之外的任何人 透露你喜欢 喜欢那个人的事 可我迎向父皇母后走高 太子殿下万万不可 是啊 我不可再将此事大肆宣扬 来日方长 还有太子 据郑阳所知 毒杀贵妃 其主犯不只是已死的武夷宗 真正的元凶 仍逍遥于法网之外 难道真是他 据郑阳 近些年来的穷根救援 和太学院处师为证 就在贵妃被毒死的前一天晚上 五三四府上的长使 曾到太学院膨胀的帐下 去打听 河豚血毒毒性 果然是五三四 望太子殿下 彻底查明此案 除智元凶 为皇后陛下彻底洗血冤屈 摸进皇上和官民心中的阴影 沙衣警派 杜绝奸鬼 再蒙侥幸得手之心 来人 候太子口谕 速领大理寺清派原前往五三四府 将长使居入四崖 我要亲自开审 太子殿下 速传口谕 是 李贤殿下 真有太宗皇帝 刚毅果敢的泱泱人君之风范 正阳为此敬太子一杯 五三四一定牢记孤母教育 从此之后 勿要光明磊络 再朝为臣 五三四殿下 尔等为何去而复返 殿下大事不好 出什么事了 刚才大理寺请宣礼嫌太子口谕 令下官帅 大理寺人意 前来拒纳五府长使 拒纳我梁王府的长使 正是 太子茗玉要亲自看审 看审何事 赫兰敏银柔贵妃 赫兰敏月贵妃 赌死一案 赫兰敏月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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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李仙入住东宫第一日 就要拿三四殿下你开刀 只怕是要灭殿下九族 殿下情况万分危急 殿下你要尽快拿主张 万分危急呀 是啊 还有 听说五红殿下为调表赫系回朝 看眼下局势 三四殿下和五红郡王 应该尽早离开东都才是啊 话虽如此 可是让殿下和郡王殿下逃往何处啊 我和红尔逃 我和红尔逃到哪儿啊 这么多年我差点忘了 在这朝堂之上 你若不逼人 别人就会逼你 在这灌溉如云的朝堂上 我若不杀人 殿下息怒 殿下息怒 别人便会杀我 殿下终于明白了 清醒啊 清醒 你二人听令 速把我的长使 带回大理寺吧 我相信 他是清白 是无辜的 下文等明白 太子李贤哪 你想和我都 只怕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五三四点下 明崇衍大人 不敢 明崇衍 恭候三四殿下御令 明大人 本王今日约你来 只是想问你 李贤的命下 真如你推算那样吗 下官 我再问你 当今太子李贤的命下 真的像你占卜那样吗 无需忌讳 照实说来 明崇衍所补 绝无插持 其命继伯 其命继伯 何以继承大统 既不能继承大统 那这大唐的江山社稷 又何必留于人事呢 明大人 为何沉默不语啊 这个 这个吗 王爷 明崇衍 你以为 当今太子李贤殿下 会对你当日在上阳宫 回奏两位陛下的话 毫不介意吗 三四殿下 救我呀 救你的不是我 救你的 只有天神 天神 你只有在祈求天神 让礼堂王脉早一天断绝 你才可以置你的敌人于死地 明崇衍 明崇衍 谨遵王命 哎呀 明大人 来来来来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明大人 本王知道 你早已有了断绝礼堂王脉的方略 下官 早已尊王命 你家推算 离堂王脉 离堂王脉 竟在九宗山 太宗昭令 正是太宗昭令 如何行事 容下官 抓紧崇衡 尽快回奏殿下 事不宜迟 是 去吧 来 狄大人 只看当时审讯案卷 就可以看出 洛宾王也 大有疑斗 而且 藏赃于上官宅 这不是自掘坟墓吗 太子殿下 所断即使 当初 若不是狄大人 留守西京 恐怕 洛宾王早已经没命了 狄大人 不仅维护了王法公正 而且为大唐 保护了人才 太子过奖了 对了 五三司府中长使 招任了吗 还在堪审之中 狄大人 庆赴不死 鲁难未夷 除恶无尽 这才能把我大唐 兴盛昌明 臣领证 风向大变了 五三司殿下 要我尽快回 拜礼堂王期 若拜礼堂王期 五三司殿下 得掌天下 这开朝元勋 非你名宠眼莫属啊 风小宝大师 法力无边 你我二人联手共事 日后事成 自当共享 富贵荣华呀 小宝 现在还敢 措辞奢望吗 明宠眼 自被你建入 贵妃明殿法坛以来 一直都不敢忘记 方小宝大人的 大恩大德 这是 官位言轻啊 你明宠眼 身为大唐九卿 官技不微 言也不清呢 风担主 明大人何须介意 你的来意 小宝自知 明宠眼 不能善离东都啊 我三人正是野鹤咸云 我即刻前往昭陵 运筹谋话 哎呀 有劳风弹主了 小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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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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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再倒一杯 倒酒啊 好 来 再喝一杯 好 那我就再喝一杯 多喝点 就是啊 好 好 好 跳得好 师傅 你也来了 快快 来 喝一杯 师傅 好 你看 我都干了 小宝哥再来一次 好 再喝一杯 来呀 来呀 冯小宝 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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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微小姐来了 山人冯小宝叩见维里娘小姐 好个花坛主冯小宝啊 你不是去昭陵会败王弃的吗 怎么着 在这长安寻花问柳啊 你就不怕五三司刀下无情吗 微小姐 昭陵金武防范森严 就连在远处 多望一会儿玄武门都要被捉拿盘查 那关中饥荒呢 冯潭主也不闻不问吗 关中饥荒 我爹爹奉赵押送浦州等地的粮食前往昭陵所在的李全县 微小姐的意思是 你想想 如果赈灾的粮食被盗或者被火焚 灾民会坐以待毙吗 明白了 微小姐请放心 但不知为大人所运的救灾粮食 是否已经到了李全县内 已经到了 正在交割 太好了 不出明日 我定叫昭陵所在的李全县 顶赴天翻 这几仗救证粮食 又能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